一道火光划过暗夜的天气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这一次就是中国大陆网民拍到的 陆基中断反导拦截技术试验的画面 所谓中断反导指的是在敌方洲际弹道飞弹发射后 飞行在大气层外的中断航程 以防空飞弹将它击落 由于难度很高 据说目前国际间只有美国日本跟中国大陆掌握这项技术 这种拦截方式首先需要有雷达识别来袭弹头 判断它的轨迹速度等还要对其进行跟踪 所以中断反导拦截技术难点非常大 我们核力量的发展是非常有限的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那我们必须要保证自己的核力量的生存能力 跟技术研发一样敏感的 是2010年以来大陆历次宣布这项试验成功的时机 去年二月选在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不到一个月 刚要发表外交政策之前 被认为挑衅意味浓厚 这一次有学者认为 是对立法院长游锡坤说 我们的云风飞弹量产 可以打到北京做出回应 另一方面香港媒体则引述彭博社分析指出 在北韩近几个月接连试射飞弹后 中国大陆这次试验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TV新闻 萧云强 庄志伟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